在这个时间刚好遇到了我们一个中秋节 又是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的国庆节 所以在这个节日期间 我们的赛事碰上了节日 又是双节 叠加在一起带来了人流关注 这个对赛事的关注度就也是攀升 到今天这个早上的数字 我们的票务的这一块整个出售的票量超过了305万张 票务的收入超过了6.1个亿 那么观众入场的检验票的上座率 我们的上座率的这个数字怎么来 就是已经这个场次受挫的票和练票 进场观看的比例超过了92% 最多的一天的观众 入场观看比赛的是10月1号 这一天有29万观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